兩幅化自己的土地 還標價超過抵價9倍或以上 有議員質疑有人造假 也提醒政府小心有人一標多頭 不要保證金從中獲利 我很主觀看這幅地有些造馬的跡象 因為我總是覺得商品房 不能脫離現實的環境 因為澳門的壽新階層 他都希望得到一個住宅 一個自己的安身廁所 現在去到土地價樓面呎 每呎都成3000元的話 加上建築費加上利息加上利潤 4500元一樓面呎就沒有什麼走 試問澳門人有什麼條件去買這些樓住 政府最主要的處理上就是 透過今次這樣的做法之後 再重新對整體的政策方面做一個衡量 公開鏡頭它的利與弊在哪裡 有些作為一種權衡的處理 又有什麼好的方面 又有什麼不足的方面 我發展做生意的人都怎樣看法不要緊 我本人我感覺就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小心處理 多謝 但實際現在他定在這個價格裏面 收10%這個保證金 從10%這個角度是對的 是比較恰當的 但是現在出來的標 應該第一標是5億多 第二標是4億多 第三標是3億多 這樣的情況下 假如一間公司 一個集團 我用幾個公司的名字去下幾張標 一張很高的價格 一張很低的價格 假如現在這三張標 我不知道就不清楚 假如同一間公司的 我可以第一標撻定 第二標撻定 因為第一標是5億5千多 第三標是3億5千多 好像在這樣有2億的水位 那我撻一千萬 我是否還有一定的優勢 我就覺得特區政府這個時候 不應該將僅有的土地資源 拿出來拍賣 繼續作為商業用途 因為在目前澳門 土地資源緊缺的情況下 尤其是居民的置業困難 這種環境下 政府是應該將僅有的土地資源 用在興建居住房屋這一方面 即是真正去幫助澳門居民 解決居住困難的 這一方面的使用用途 在今次的鏡頭來講 我覺得就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這麼合理 我們預計一直都認為 賤假批地 那個差距達到10倍左右 現在這個 當然一幅的鏡頭 不能夠代表一切 只不過今次的結果 倒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這麼合邏輯 當然不能夠保證第二幅 一定是這樣 但是就是賤假批地這個現實 就是這裡不需要這塊土地來印證 但是都事實上是存在